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我是惠惠 今天想要分享 怎麼樣使用 三立歐的Amiibo卡 如果你買到了 三立歐的Amiibo卡 恭喜大家 因為現在超難買的 你買到這卡片以後 如果你想要買 三立歐的家具 或是邀請三立歐的島民 到你的島上來住的話 那我們就 我們就來介紹 卡片的使用方法吧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首先是買三立歐的家具 如果想買三立歐的家具的話 你就到機場 你說你要出島 去巴獵島 來到巴獵島的任何一個房間 呼叫你的Amiibo卡的 居民來拍照 你就可以購買三立歐的家具了 比方說 我現在到某一個房間以後 我按上下左右鍵的下鍵 到這個模式以後 他會秀出 可以將Amiibo卡放在 NFC範圍 即可呼叫動物 所以你按下鍵以後 你就把你的Amiibo卡拿出來 把這個A的地方 放在感應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叫出Amiibo的居民 不僅叫出Amiibo的居民 你現在就可以去買 跟這個Amiibo相關的 所有的道具 所有的家具 那我再呼叫第二張Amiibo卡 然後第三張 第四張 第四張 第五張 第六張 基本上你把他們全部都叫出來 感應的卡都刷了一遍以後 你就可以在你的購物 買到所有36O的家具了 先到服務中心的離端機 你可以打開離端機 這邊 NFC購物 你進到NFC購物以後 你就選特別商品 然後按R 在活動這邊 就有所有的36O的家具 就是如果你有刷到這個卡片的話 家具就可以在這邊購買 那這就是購買36O家具的方法 除了在離端機可以使用NFC購物以外 你也可以在手機上面 如果你買了夠多的東西以後 你手機上面就會有NFC購物 也可以在手機 這邊購買 所有的商品 在這邊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怎麼樣呼叫36O的Amiibo卡片的居民 到我們的島上居住 我們就到服務中心的離端機這裡 然後說 我們想要Amiibo呼叫客人 選這個選項 要使用Amiibo邀請客人到露營地嗎 邀請 請準備好邀請 請準備好邀請到露營地那位客人的Amiibo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你想要邀請的那個居民的Amiibo拿出來 我們來邀請很多人喜歡的馬丁 到我島上面居住 那我就把它拿出來以後 那我就把它拿出來以後 我來感應一下 這邊 就說已經讀取到馬丁的Amiibo 要邀請這位客人來露營地嗎 要 就出現了馬丁 沒錯 其實每個Amiibo的使用法都差不多一樣 你就是到黎端機這邊 用Amiibo呼叫居民到你的露營地來露營 然後你去露營地跟他講話 跟平常露營地的人不太一樣 如果你跟他講話的話 他並沒有跟你玩遊戲 他會邀請你做一些事情 然後我再跟他講話 他會說他想要看看 這座島居民做出來的紙箱影會是什麼樣子 這是他給你的任務 你要完成三個這個Amiibo卡片居民的任務 他就會到你的島上居住 他第一個任務是要做紙箱 紙箱椅 那就來做做看吧 所以要今天做好嗎 盡快做好 好的 我來看看紙箱椅需要什麼樣的材料 紙箱椅在這邊 需要紙箱 那紙箱的話 通常在 回收箱 在服務中心的回收箱裡面會有紙箱 我就把一個紙箱拿出來 然後來做個紙箱椅 然後把紙箱椅拿給馬丁 這邊要注意 這邊要注意 就是你用Amiibo呼叫這個居民來的話 不要調時間 你呼叫他來以後 先到露營地這邊跟他講話 然後完成他的任務以後再調時間 像我現在已經做好了紙箱椅 然後我把紙箱椅給他 然後我把紙箱椅給他 所以是第一天 第一天你邀請Amiibo的島民 不要調時間 跟他講話 然後做他想要的家具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把時間調到第二天 那如果你要邀請Amiibo的島民到你的島上居住的話 要完成三個任務 我們現在完成第一天的任務 接下來我們完成第二天的任務 把時間調到 往未來調一天 在哪邊 在主選單的這邊 有一個設定 然後你到下面這邊 往這邊下面選 選到主機 然後選 日期與時間 然後你把網路調教時間關起來 然後往未來調一天 好這樣 在這邊調 我把時間往未來調一天 然後重新打開遊戲 打開遊戲以後 這是第二天 我們繼續到服務中心這邊 離端金這裡 我們第二天再呼叫一次Amiibo 要呼叫三次 那我們就選 Amiibo呼叫客人 然後再把你的Amiibo拿起來 感應一下 這樣子 第二次我們邀請馬丁到我們的露營地露營 那我們來去看看他第二天需要什麼樣的東西 來去跟他講話 他這次叫紙箱床鋪 那就來做做看吧 這邊製作一下 然後把紙箱床鋪 拿給我們的露營地客人 沒錯 這邊給你紙箱床鋪 他要收給我們謝禮嗎 好的 希望可以再找他來 所以這是第二天 我們完成他的任務以後 我們就可以存檔 調到往未來再調一天 沒錯 儲存並結束遊戲 還是一樣來到設定這邊 到主機 選到時間 把時間往未來調一天 那這是我們第三天 我們再度邀請馬丁過來 我還是一樣到服務中心 刷我的阿密伯卡 這邊呼叫客人 邀請 準備好了 第三天我們邀請馬丁 沒錯 過來吧 他想要搬家紙箱M 知道了 那就來做做看吧 那我就來做搬家紙箱M 那我就來做搬家紙箱M 然後把最後一個第三天製作好的家具 給我們的露營地的客人 沒錯 做好了 久等了 是 出鍵 誰 分次第天 他非常高興 指示 他說他不想回家了 那就乾脆搬來這吧 可以的 沒有可以蓋房子的地方 不能讓他搬進來 應該沒關係吧 這個地方就是跟你刷amiibo也是一樣 不僅是三立歐的amiibo 或其他的amiibo 你可以換掉任何一個你不喜歡的島民 你就可以選任何一個你想要踢掉的島民 我的島民每個都超可愛的 很難選要踢走誰 那最後我選的是小優 那我就把小優踢走囉 你可以選任何一個你想要離開的島民 這amiibo真的蠻強的 沒錯 好 要來住了嗎 好這樣子 這是第三天 第三天你的露營地的島民說要搬來了 那有一個你的島民就要離開 他就真的會離開馬上就在掃地要走了 這個時候你可以請你的朋友 如果誰想要接他離開的話 誰想要接你要離開的島民離開的話 今天就要把他接走 第四天你打開這個遊戲的時候 露營地的居民還沒有搬過來 不過會寫公賀成交 這個是第四天 第五天我們邀請的居民就真的搬來了 不過他還剛搬來他還在打掃 這邊 家具還放在這邊 你跟他講話一下 那這個就是使用三利歐amiibo卡的方法 用三利歐的這個amiibo卡 你可以買很多三利歐的家具 還可以呼叫很多居民到你的島上面 那我很幸運我已經收集了所有的amiibo卡片 我還有很多重複的amiibo卡片 我想要送給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我重複的amiibo卡片的話 歡迎大家參加我的活動 我們想要贈送這些amiibo卡片 活動的辦法 就在這個影片下面的內容敘述 那歡迎大家參考一下 那這就是今天的吉克拉動物森友會 希望有幫助大家玩遊戲 我是魏魏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wdanna 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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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